VSG的播放暂停什么的 然后这个VSG的话是咱字幕 我这边就可以播简单的播放一个字幕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下面咱们现在播放是下面 V499培训课 然后这种字幕的效果 可以同时叠加两路 然后这是推流设置 怎么是录制 然后推流可以同时推15路 怎么去添加 然后通道设置 可以给这个通道进行布局的设置 对吧 布局的设置 色键就是扣像 扣完像之后可以添加 直接添加背景 或者说扣完像之后 直接添加本地视频当上背景 都是可以的 这种一个使用方法 然后后面的话 我会给大家详细用这个扣像 讲解如何添加到虚拟场景里面去 然后还有9和10是本地视频 本地视频支持自动播放 列表播放和新闻播放 然后这个是虚拟场景 然后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详细讲解里面的所有的按钮 怎么使用 CGE和CGE 播放字幕的 字幕条可以两个条可以同时在屏幕上播放 这是上节课我们讲的所有内容 那我们现在是讲第二节课 那第二节课的话就是说 我们主要的先讲 sfx虚拟场景如何使用 然后讲完这个如何使用之后 这个虚拟场景编辑器去 怎么去自己去制作 或者是说模板的修改 如何修改 如何制作 把别的图源怎么添加到咱们自己的虚拟场景里面去 然后模拟机位怎么设置 怎么去修改场景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VICG 字幕 这个字幕如何快速使用和修改模板 或者说从外面导进来一个字幕 你如何应用到 sdio这个软件里面去 然后序列转化 就是刚才说的 可以把外面做好的动画效果 图像序列的这种动画效果 转化成字幕文件来 在咱们的屏幕上循环播放这种使用 然后后面的话 讲完这些功能方面的话 也会给大家讲一下系统方面的相关设置 比如工程的格式如何去设置 对吧 然后什么格式的 比如竖屏横屏的 或者说其他分辨率的 高清的 或者标清的 各种各样的分辨率 还有录制的路径如何去设置 然后还有格式怎么选择 还有推流的一些设置 一会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然后最后会给大家 讲解一下sdio常见的问题和解答 那我们现在那就开始讲 第一个虚拟场景如何使用 那咱们打开一下软件 打开我们软件之后 那你首先要知道咱们要做虚拟场景对吧 那虚拟场景 它就是先抠像 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先讲的是在色鉴这边 先抠像 那抠像的我重新给大家重头讲一遍 我点一下重置 那比如咱们以这个操作 这个那个素材 首先 你要抠第一路 左上角 这里要选第一路 这里 你要抠哪路 就选哪个路 抠第一路选第一路 抠第二路选第二路 这一路变绿之后 意思就是说您当前显示的就是当前这个画面 显示的就是当前这画面 然后如果说你在抠像的时候 先打开左侧这个按钮 左侧这个按钮 打开左侧的按钮就是开启抠像开关 这个按钮是重置 就是把之前抠像的所有参数重置掉 上面就是一个指示灯啊 然后这边就是显示方式 就是你下面这些显示的方式而已 啊 然后 右侧啊 是这个是键颜色 意思就是你抠掉的颜色 我们支持抠多个颜色 然后这是调节你抠像的增益平衡 这是你调节键裁剪 就是比如黑色 是删除的内容 白色是保留的内容 怎么去调节它的深度 一控制的话 是控制你的一些 一控制的意思是控制 比如说你抠像啊 有毛边对吧 或者偏色的就可以通过一控制去调节 其实正常情况下一控制很少去使用 然后右侧 右侧这里是背景链接 背景链接的意思是说你当前抠完 图像之后只剩一个主持人 然后主持人添加什么背景 你可以选择这些背景链接 这些的数字代表1234代表的就是说你第一路第二路 第三路第四路的视频信号 然后我们这边第九路和第十路是本地视频 第九第六是本地视频 9和10 这两个视频也可以当成背景使用 然后当然了这两个视频 也可以改成图片什么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下面的预设的意思就是保存当前所有的抠像属性 保存好之后 因为有的情况下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站上去 或穿衣服不一样的话 那你抠像的参数有可能会需要微调 那你可以保存多个预设 下次换什么衣服或者哪个主持人上镜就可以直接去应用 就是这些按钮 这所有按钮 那我们现在开始抠像试一下 抠像试一下 首先打开最左侧的按钮 打开之后 鼠标就会变成吸管工具 变成吸管工具之后 你要抠什么颜色就在什么颜色上去点一下 比如点上面蓝色一点 这颜色就会抠掉 然后右侧这个窗口就会显示出来你抠像的结果 然后 我先把背景去一下 然后扣完之后 我如何去详细的查看我抠像的结果 是准确还是不准确 清晰还是不清晰 那你就可以打开屏幕的这里 见结果 打开这个按钮叫见结果 你打开之后 它右侧就会显示黑白的画面 我打开一下给大家看一眼 这样显示黑白画面 这时候 你的黑颜色的位置 意思就是说你抠掉的位置 就是要删掉的吗 然后白颜色就是主持人 就是给他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之后 添加背景 然后现在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应该差不多 就是白颜色这个位置 就主身这个位置 可能不是特别纯白 意思是有可能有一点点透明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调节右侧的这个键材点这里 白色的框 白色的边缘 可以往前拉 斜透了是因为这个鞋是蓝颜色的鞋 这个是蓝颜色鞋 然后正常的情况下 在使用的时候 或者是主持人在上镜的时候 它是不会穿着和背景是有相似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这随便找的素材 这就是随便录的一段 从外面找的一些素材 你把白颜色往前调一下 然后再往把黑颜色往前调一下 这时候你会发现 就变得就非常干净了 变得非常干净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键效果关闭 不用关闭 你直接在这里 左上角 看目一里你就能看到效果 然后如果要添加背景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里 右侧选择 比如9号是咱本地视频 选一下 这背景就添加上了 就可以直接看到实时的效果了 直接看到实时的效果了 当然现在我们用的不是本地添加 咱们要用虚拟场景 所以说需要把所有的背景链接取消掉 然后把这个抠抠下来的主持人 放到虚拟场景里 那我现在取消 点下9取消了 取消之后 取消之后 比如说现在我抠相抠好了 直接添加到虚拟场景里 那我直接打开 下面的sfx的虚拟场景 这里我可以双击空白的地方点双击 打开咱们的模板库 模板库里有很多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模板库里有很多个选项 大家可以自己去挑一下 如果说有比较满意的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说差不多还行 那就可以后期再进行修改 然后修改的话 一会儿教大家如何去修改 咱们现在先用一个模板 进行简单的用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新闻一类的 点确定 打开之后 这就下面 这里就应用上了 这里是我刚才打开的 然后打开之后 你看一下 首先咱们这个虚拟场景里分为几个内容 背景是一张图 然后桌子是一个图 然后主持人 那我如果要修改的话 比如现在我这个画面不对 对吧 我画面不对 我主持人要站在桌子后面 现在我的画面是主持人站在了后面的电视墙上 那我选中这个输入1 我可以在这里去选 我也可以鼠标在屏幕上去选 因为屏幕上有时候叠加的画面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你有时候选不中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去选 选好之后 我可以改成比如1 2 3 比如我改成本地视频 改成9 或改成10 是本地视频进行播放 然后主持人 我改成什么 我主持人改成刚才是1 我就选的1 这是主持人抠好相了 然后站在桌子后面 那比如说位置不对 或者大小不对 我想让主持人再大一点 然后 现在选中指示人 右侧这里 这里是主持人 对吧 那我右侧这里可以点成 这有个缩放 缩放 x和y是绑定在一起的 那你在缩放的时候 它是等比率缩放的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比如说 我放成120 就回车 然后主持人就会大 然后再大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根据你的模板去设定的 然后还有就是主持人 比如说位置大小 我调好了 对吧 就选一下主持人 位置大小调好了 然后这桌子有点小 我把桌子想放大点 那我选中这张桌子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拖拽 也可以在右侧去 也是同样的改变 x轴或 y轴的大小 也是可以的 这样放大缩小 也是可以的 放好位置 当然这个其实是前期 我们可以提前设置好 提前设置好 比如说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使用的话 就直接使用就行 比如说怎么用 所有的画面都调好了 这个窗口在哪里 在最右侧 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 sfx的意思 就是虚拟场景的意思 就是虚拟场景的意思 虚拟场景的话 什么 直接让它用切换的功能 咱们有多通道切换吗 让它输出就可以了 鼠标点左键 就是预览 鼠标点右键 就是输出 我先把这些logo取消掉 右键就输出了 那输出的之后 不管是直播也好 还是说路过也好 或者输出到 其他的屏幕上去观看 或去采集 都是没问题的 直接点左键或右键 就是切换的功能 上一节课 我们讲过怎么 如何切换 或者是通过这个推杆工具 来进行左右的切换 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是虚拟场景 添加到输出窗口 然后我们虚拟上有另外的功能 就是最下面 最下面的这些功能 这是四个机位 四个机位 我们可以进行切换 比如说 第一个机位是全景 然后二三四是进景 然后如何切换 首先 我把它放 放到最大的界面 首先是第一个机位 是吧 然后我如果说双击一下第二机位 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是双击第二个机位的效果 然后第三个机位 是一样的道理 它会自动 去进行一个推拉 然后一二三四 这四个机位可以不按顺序 任意的去调 想怎么去使用 就直接双击它 就会自动应用上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它还可以什么呀 比如说背景是一个本地视频 对吧 那我直接想让本地视频 直接全面播放 那我直接选下面 下面有个输入1 是链接9 直接双击 直接就放大屏幕了 这时候 比如说主持人说 请大家观看一下 VCR一全屏 我就可以双击 输入1连接9 然后在本地的视频 就播出去了 然后等本地视频播完之后 我再双击 全景或者说 第二个进景或第三个 都可以再双击 它就回到这个界面了 然后现在主持人 就可以继续给大家介绍 或者讲解一些内容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虚拟场景的使用 除了双击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有好多 自动切换 也可以 然后可以先选中一下 然后点自动切换 然后面这个数字 就是速度的条件 数字越小 它切换的速度也越快 数字越大 它切换的速度就越慢 是这样一个效果 是这样一个切换的效果 然后 然后这就是咱们怎么 如何去使用咱们的虚拟场景 双击导入素材 在这里去选择 选择好之后 在这里简单的修改一下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比如说这个模板 这个角度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个角度好像不是特别满意 我没调好 对吧 这时候如果说要 详细调节里面的角度的话 咱们可以通过外面的编辑器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下 咱的编辑器如何去使用 因为如果说你在这里调节 它的人物的位置和大小的话 它只是调节当前您观看的 这全景的大小 那如果推进之后 它的角度不合适 就需要进入到咱们虚拟场景编辑器里 来进行去调节 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下虚拟场景编辑器 在桌面上的这个虚拟场景编辑器软件 双击可以打开 你可以点上面有个新建虚拟场景工程 和新建画中画工程都是有的 或者直接打开工程 打开原来的咱们已经制作过的工程 对吧 想要再修改一下 都可以打开工程 然后因为我这是新版本 然后我们这个虚拟场景要打开的话 需要点一下打开工程 然后去找到咱的模板 然后模板的路径在什么位置 我这里把路径写在这里了 因为是这样的 我这个版本是最新的3.0版本 然后是一个测试版 然后我们后期会把这个库加进来 就是这里的库 这个库对应到了我们这个studio软件的 这个库里面 这个库里有什么模板 然后我们的编辑器这里 可以直接同步去打开 直接进行修改 然后再另存为 可以这么操作 因为我这个是测试版 还没有完全发布 所以说这些链接还没有做好 很快我们也会做好 那这时候我就给大家手动去打开一下 试一下手动打开 手动打开一下工程 稍等啊 我打开一下链接 打开虚拟场景编辑器 然后点打开工程 输入咱们的路径 去找到咱们的模板 比如说咱们要想要修改哪个模板 比如新闻类啊 新闻随便选一个新闻4 他就有个这个工程 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模板 然后我要修改的话 你看右侧啊 有好多属性啊 输入一背景 然后输入二啊 TV这种各种图形 还有桌子啊 这些修改 如果要修改咱们刚才的推拉的效果的话 要点这里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放大 右侧这里 右侧 默认是语元素 语元素的意思代表的是我们当前使用的所有的素材 这叫语元素 然后还有一个叫场景 场景的意思我点一下 场景的意思就是四个机位 在什么位置 第一个肯定是全景的 第一个全景 第二第三第四啊 就是近景 我可以选了比如第二个近景 修改一下啊 他的大小可以直接在这里去拖拽 我放小点 比如现在啊 我也可以在最下面这里 大家看一下最下面 这里他有四个机位的预览 你可以快速去进行预览 比如说第一个机位到第二个机位是吧 双击第一个双击第二个大概的角度都能看到 大概角度能看到 比如我感觉这个主持人太小了 我可以主持人放大点 我就可以在元素里进行放大缩小 场景里只是更改他的推拉的这个角度 元素里修改 比如说主持人 我选择主持人 然后再给他放大对吧 放大一下桌子也太小了 我想把桌子放大选择桌子 再放大往下挪一下 比如挪到这个位置 主持人也往下挪一下 挪到这个位置 然后比如说我简单修改了 我就不所有都给大家修改 知道怎么修改就可以 然后我在重新制作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如何去修改其他的内容 场景 比如说第一个 是这样的 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好 我想要再往右边移一点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位置这里 在右侧位置这里 点中鼠标 左右拖拽 左右拖戒指左右的位置 第二个 左右拖拽是上下的位置 下面的推拉的效果就是放大 放大 这样 比如第二个跳好了 我点第三个 我觉得第三个太大了 我要放小点 我可以直接拖下面的推拉 放小一点 放小一点 我要看 输入二 那我就再往右侧一点 然后左边一 我要看这个内容 对吧 那比如第三个 我觉得第三个效果也不是很好 第三个我要主要看主持人的一个机灵 我也可以这么去调 放大一点 比如调好了 我就可以看 往下面按 看下效果 速度也可以调 这是全景 这是修改好的第二个 然后这是修改好的第三个 这修改好的第四个 这样可以任意去拖 想拖哪个拖哪个 这个角度调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保存了 保存的时候 点一下屏幕上方这里 我给大家放大 这里有个存储到所有库中 这个已经打通了 就点一下三角 你可以选择你存储到哪个文件夹或者哪个分类里 比如说我存到自定义 然后名字随便起一个 比如说测试 点确定 这时候 我已经保存了所有库 我把这个关了 或者最小话 我再打开 死机对转件 双击导入素材 双击导入咱们的虚拟场景 双击 然后找到刚才我保存的虚拟模板 刚才我存到自定义了 对吧 我点自定义 这个就是刚才的测试 测试双击打开它 然后 这是咱们的模板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比如说主持人更改一下 改成一 背景 输入仪改成 其他的 对吧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包括刚才的虚拟场景 直接双击 对吧 就是如何去修改我们的虚拟场景 然后应用到 咱们这个死地软件里来 这是修改 然后我这时候再教大家如何去重新去制作一个虚拟场景 比如说我这个背景我觉得也不好看 我自己做了一个 因为我会用玛雅 会用3DMark的这种软件我都会用 或者我们有专业的人 可以做一个我们自己特色的这种背景图 那我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虚拟场景编辑器来进行重新制作 我打开一下虚拟场景编辑器 把它关到重新建 要新建一个吧 新建 新建一个虚拟场景编辑器 然后 比如说我现在 我给大家看一下最左侧这几个按钮 首先 咱们这个屏幕有几个工具 最左侧 这是一排按钮 这是选择器 就是第一个是选择器 选择咱们窗口里的元素进行拖拽 放大缩小这种操作选择 第二个是输入员的 画 画输入员 可以画不规则的输员 第三个是正比例的16比9的这种很正常比例的这种输员 可以画比正常比例的输员 然后为什么要两个输员啊 为什么要两个输员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您在做这种虚拟场景的时候 主持人站在正前方 然后您的输入员 输入员的意思是什么 后面主持人的后面或者侧面 放一个宣传片 然后这个宣传片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输入员 画好之后可以随时随地去更改它的内容 这叫输入员 为什么有一个 为什么有两个 第一个是可以画不规则的 第二个可以画正比例的 正比例的意思是 放在屏幕的最中间 正比例去播放你的画面 不变形 然后变形的 为什么这么用 因为有的情况下 您的电视 您制作的虚拟场景 你的电视可能在 这个整个虚拟场景的侧面 它不是在正后方 那如果在侧面的话 你显示的一个正比例 有时候不太好看 那你就需要一个不规则的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是不规则的 然后下面这是主持人 为什么主持人的意思也是输入 其实输入的话跟第二个是有点类似 这第三个是主持人 第三个和第二个是类似 但是主持人在咱们这个软件里 可以模拟主持人的一个身高 模拟主持人身高 放到这里面来去看的时候 可以大概摆正一下 它的位置和大小 这是主持人 第四个是图像 你可以比如放一个什么样的图片 大大小是什么 比如一张桌子 直接一画一张桌子 去选择本地视频 本地图片 直接画一张 画上大小 然后把图片应用就好了 第五个是背景 就是说可以当成视频 视频背景来使用的话 可以用第五个 那这时候我给大家 简单的制作一个 还有一个窗口是这样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下面 下面其实就是一个分类 我们这些分类是空的 我这里面是空的 你可以双击导入 你可以把桌子 电视 背景 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 你制作好 制作好这个图像之后 你可以导入到这个库里面来 以后在应用的时候 直接往上一拖拽就可以了 比如说背景 我直接双击导入素材 比如桌面上 我们桌面上有一个 我准备好的一个图片 素材 这背景过来 比如桌子 我再准备了几个桌子 对吧 我又准备了几个电视 然后一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准备点其他的东西 比如电视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一盆花 花盆 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物体 比如一个足球 或者一个 其他的 比如说咱们是军队的 部队的 咱可以做一个火箭 做一个坦克 对吧 放进去 然后以后直接在背景里去使用 那比如说我现在所有的素材 我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要进行合成 那首先第一个 我要最后面的话 要背景 对吧 我把背景直接拽上去 拽上去之后 因为你这个背景 有可能做的分辨率 不止190180 有可能是4K 或者特别大的 因为为了清晰度 做的特别大 那我这个就是 然后我点 shave的 不是什么 点直接用鼠标的滚轮 直接用鼠标的滚轮 上下滚动 它就可以放大缩小整个屏幕 然后我这个白色的框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这个图片的大小 因为图片为了清晰度 咱们肯定要渲染一个 大点的 为了方便咱们后期 在做推拉效果的时候 它的画面质量还是 不失真 不丢真的 保证它的清晰度 所以做的比较大 我按着shave的 可以把它不变形 不按shave的可以变形 按着shave的可以不变形 比如说放好 对吧 比如这个场景 我放好之后 鼠标滚轮是放大这个窗口 这个背景我放好了 这时候放好背景之后 我要画一个主持人在里面 主持人站在什么位置 那我就可以通过 主持人这里点一下 画 画框i比如这么大小 比如大小不合适 我可以再去进行修改 它的大小可以进行修改 可以模拟 一个主持人站在这里 这样的话 方便你去后期去进行调整 然后 主持人的位置 我摆好了 摆好之后 比如说 我还需要主持人前面有一张桌子 那点一下桌子 我准备好的桌子 比如说 哪个都可以随便拖拽一个 拖上来之后 也可以大小去移动 位置和大小都可以 对吧 来 竹子 移动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输入源 因为输入源有的场景需要 有的场景不需要 我们这个比如说 我们需要一个输入源 意思说 主持人在 讲解的时候 需要大家观看一个凶声片 或者说整个背景里面有一个 宣传片 供大家去查看 去了解咱们今天的主题 那我就可以点 这个书源 或者点上面的书源 上面书源给大家 我先点下面书源给大家试一下 点完之后再平方一画 它就是一个正比例的 你怎么画它是16B的比例 因为视频的比例基本上是16B9 画好之后 比如放到后面 我放到这里 当然你现在看一下 它的顺序好像不对 如果说输入源在这里的话 但是他把主持人给挡住了 那我可以在右侧这里 那就用到我右侧这里 去操作了 这里 这里的主持人在下面 那我可以把输入源往上移 移到主持人后面去 那我这个画面就在后面 桌子在前面 桌子在后面 还是主持人在前 还在后 就通过你右侧的这个移动来决定的 右侧的移动来决定的 就有一个层次感 谁在第一层 谁在第二层 对吧 就这样去操作的 比如说 现在改好了 还有一种情况下 右侧有很多个按钮 一个是眼睛 就是隐藏 暂时隐藏 暂时隐藏 第二个是锁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现在我要操作这个输源一 我鼠标点 然后再移动 发现我点错点到桌子了 因为你的桌子在前面 他肯定先点中前面 如果要点后面的话 因为重叠了 有时候不太好选中 你看我现在想选一 他就选不中了 主持人也挡住了 桌子也挡住了 这时候我选一选 选不中怎么办 那我可以点右侧 输入元一 直接点一下 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再去 就可以去进行调整 他的大小了 还有一种情况下 就是 比如说我 桌子我选好了 对吧 我想让他锁定 或者这个背景 有时候我不小心 我一选 选中背景 我一挪挪错了 其实背景已经固定了 这时候我可以点右侧 这个锁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 每一个素材上 他都有一把锁 解开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任意去操作 你可以双击 让他锁定 锁定之后 不能进行操作 意思说这个已经调整好了 位置不变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锁定了 双击 那这个背景锁定了 锁定之后 我再回到这里来 我去进行修改背景的时候 我在移动背景的时候 发现 动不了了 这就是锁定了 就方便咱们后续进行其他素材的调整 所有的都可以双击 比如这个桌子 双击 然后再挪 我就选不中桌子 已经设置好了 这个 这个也是 有时候也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这时候 比如说我整个虚拟场景 已经弄好了 对吧 虚拟场景弄好了 那这时候我要修改 它的一个推拉的效果 那就点右侧这个场景 点一下 打开 二三四 我发现是空白的 空白的怎么办 我可以直接 第二个双击一下 第二个自己把前面就应用上了 然后再去 给它调整它的大小 右侧的位置 和推拉的效果在这里 这里 你就可以去调节 它的大小和推拉的近景和远景 这么一个效果 比如说 第二个 推拉效果是这样的 第二个机位是这样的 那第三个双击 我还可以进行调节 调大调小 都是可以的 第四个 双大 按主持人 对吧 上下 调好了 我下面就可以模拟 最下方 有按钮可以模拟 在这里 最下方可以模拟 比如说我制作好了 这个是我完全制作的一个新的虚拟场景 我制作好了之后 可以点上面 还是刚才的操作 点上面 存储到466库中 比如自定义 存到 演示用 演示培训 对吧 点确定 再回到466里面双击打开 又可以进行使用了 已经使用了 也可以进行操作 这就是我们的虚拟场景的使用方法和修改方法 还有你自己如何去制作 然后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咱们的其他软件 虚拟场景变积器已经交给大家 然后看一下VSCG字幕 字幕快速使用和修改模板 实际上上一节课我们大概讲了一下 在466里面CG1和CG2可以直接双击空白的地方 在空白地方点双击 去模板库里去查找你的模板 哪个好看 哪个不好看 对吧 哪个好看 你就用哪个 然后点修改 就可以任意去修改里面的文字 可以和那种任何东西 比如说我想要详细修改里面东西 或者说外面一个做好的字幕 我怎么导进来 那首先我把这个软件关闭一下 因为这个软件和CG软件 不能同时打开的 我先打开VSCG图文制作系统打开 打开之后点下新建工程 你要什么分辨率的 对吧 点确定 然后这窗口就制作好了 如果是用过雷特字幕的 你就会发现这个软件跟雷特字幕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它就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是开源的 不是说开源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跟雷特字幕是一样的嘛 一样一样的一个软件 然后做了一个专门给他做了一个466做了一个字幕编辑的这么一个窗口 然后 然后如果说啊这个模板库大家看一下跟刚才的模板库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那里面就有什么东西是就好了 如果如果说你从外面下载好了一个模板 对吧 下载好了一个模板在我们网站上 因为我们网站会提供很多个字幕模板 供大家使用 那如果说你有特别好看的 觉得我要用新版的模板 你就可以下载下载下载 下载之后比如说解压好之后是这么一个文件啊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软件直接拖拽进来就可以啊 直接拖拽拽到屏幕上了啊 直接把它一拽拽到屏幕上了 拽到屏幕之后你可以进行修改 进行修改啊 比如说字体颜色呀 对吧啊 如果你这个的话我不详细给大家讲解了啊 我只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大概的 比如说这个黄色的这个框 我想要给他改变点颜色 那我就双击这个图圆组去找到我的黄色框 比如这一个 还是这一个好几个黄色框 比如说改成偏红一点对吧 偏红一点 我都可以改改完之后 比如这个颜色也不对 字体的颜色我也想改 那我就可以找到这个字体 灵活的字幕组合 就改成蓝色对吧 绿色都是可以随便去更改的 改好之后比如大小啊 什么的在这里都可以进行去修改 比如说哪个元素我不用了 右侧这个今日快报 还中间有一个什么字 这个字我不要了 这个字我不要了 我直接删除它 今日快报这个字也不要了 我也选中它点删除 删除好之后 比如这个模板我修改好了 大小啊什么的 我都修改好了 我要以后就要用这个了 那我点左侧的这个 叫实验线模板 是静态和动态 你可以自己分类 也可以点加号 增加 比如说存在第一个里面吧 我点下面有个加号 我点下面有个加号 这里有个加号 意思就是把你屏幕当中的这个字幕添加到咱的模板库中来 对这个就是雷特字幕的 然后滚屏字幕的话 一会儿给大家试一下 一会儿给大家试一下 添加 它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从 422软件里进行调入了 比如打开422软件 CG对吧 从CG里面去打开 双击素材 从第一个静态模板里 最下面去找一下 因为咱们添加的话 是往后面排列的 这里 而这个名字的话 你后面后期也可以自己去更改 点双击 点一下播放 对吧 这就是咱们刚才改的那个字幕 然后滚屏字幕是吧 滚屏字幕的话 也是通过这个软件去做 因为是这样的 滚屏字幕 你做好之后 如果说它的长度和字数和长度 它不发生变化的话 那你就可以一直用 如果说你长度发生变化了 那我建议你重新去修改一下这个滚屏模板 因为滚屏 长度不一样 它的速度 时间不一样 它的速度也不一样 所以说那个 最终看一下 效果再去使用 那首先 做滚屏的话 点一下右侧 滚屏 然后从左往右 还是从下往上 这种滚屏都可以 比如说从左往右 左滚屏 一行 比如在直播过程当中 我要插过一条什么信息天气预报呀 或者什么紧急的事件一个信息 我就可以点点左滚屏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文档 我可以直接我随便先建一个 普通的这种TST文档 随便打点字 一行 因为左滚屏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一行 简单点的 保存 然后文件准备好之后 这里方向 首先第一步操作是 选择滚屏 然后再选择你的方向 选择你的方向 选好之后 在右侧 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文本 或者直接在这里去打文本 导进来 或者在屏幕上直接打也可以 然后比如说用它 用这个文本这里去导入 点一下打开 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这会有个窗口 桌面 新建文文文档打开 这时候你的字就过来了 然后 然后你的字 现在大家看过一下我这个字 正好现在是乱码 乱码什么意思 我刚好给大家解 讲解一下 如果说你们碰到乱码之后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去首先你去找到你的贴词 文本文档 打开它之后 文件属性里面 你点一下另存 重新起个名字 然后下面这个编码 因为现在的Win10的系统 它有时候它这个编码会有变化 或者说 正常的话 我们是ansi这个编码 你直接改过来就行了 改成ansi 点保存 然后再重新导入 你这个乱码机问题就解决了 我把这个字删掉 直接点打开吧 111打开 这个字就变正常了 正常的汉字了 ansi编码 对 然后选中它之后点这个叫创建 非常未美 它就会到屏幕上 至于它的位置 大小你直接可以调节 您当前这个屏幕看到的是什么位置 您最终的效果 它就会在你的画面的大概什么位置 还有字体颜色和大小 你都可以去修改 字体上面字体大小可以修改 然后是什么样的字体也可以去修改 只要您电脑上有 它都可以选 它都可以去选 然后这个字体 如果说我想给这个软件多装一些字体 那您给你的电脑安装就好了 就不用给软件装 电脑装好之后 这软件重启一下 它自己有了 我们的字体库是跟系统 往内在一起的 你系统有什么字体 我们就直接可以使用 然后字体大小挑好 然后字体挑好 大小挑好 颜色大概调一下 颜色调好 调好之后 你再去点上播放 你会看到这个效果 有这么一个效果了 但是有了之后 发现播放没有全部播放完 还有的话速度太快了 那我就点一下这里 右侧有个滚屏属性 右侧有滚屏属性 然后滚屏属性里面 这有个手屏位置 尾屏位置 尾屏位置的意思就是说 最后一屏幕 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对 刚才我们播放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没有 有一部分字幕还没有滚动 没有滚动出去 那我一定要让它全部从头到尾播放一个 播放一遍 那我就尾屏位置改一下 然后总时间长 它取决于你的速度 总时间越长速度越慢 我给大家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总 首先咱们调这个尾屏位置 鼠标到这个数字之后 按下去之后 不要松 不松手 按下去不要松手 左右拖拽 左右拖拽 左是往前 后 又是往前 左右拖拽 比如说 拖拽到 屏幕外 就是最后一屏幕 就没问题了 然后总时间长4秒钟 我给它调成 手动输一下 20秒 再播放一下 这是它的速度 这就是它的速度 暂停 我保存一下 我保存到模板库中 保存的动态模板库中 点一个加号 点下加号之后 把它关闭 我把这个给另存一下 一下方便以后去使用 然后再打开咱们的CPU软件 然后打开我们的CG窗口 双击打开CG窗口 找到动态模板1 找到这个最后这个滚平双击 然后再去播放 这个滚平效果就做好了 然后速度颜色也可以去调 你调节的话 调节的话 也是要需要进入到咱们的那个软件里面去进行调节 一般情况下这种滚平是提前做好的 包括演员表什么的都是提前做好的 结尾的节目 结尾的做滚平 会有好几行 好几行的话 你看你滚平的方向 如果从下往上滚的话 也可以滚平 也可以全部都出去的呀 然后中间停留也是可以的 啊 就演员表是吧 演员表有下往上的 有从左往右的 他都有 演员表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制作的时候 那个箭头选择朝上的也行 朝左的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也没问题啊 然后屏幕停留的话也是可以的 左滚平的话 你就把它拉出来 是这样的啊 我给大家 那我就 我再打开一下这个软件 这是刚做的一个左滚平效果 对吧 你说的演员表的话 比如说前面有好几行 对吧 后面也是好几行 后面也是好几行 那这时候 我怎么让他屏幕居中停留 对吧 上滚屏幕是吧 对上滚跟左滚是一样的 那我重新给你讲一下上滚吗 可能上滚用的是不是多一些啊 上滚的同样也是你可以准备一个 准备一个演员表 比如说 我简单打几个啊 对吧 或者说导演 谁谁 灯光 随便打点啊 然后最后 打好之后 比如最后有一个公司的名称 或者电视台的名称 要居中停留 对吧 要居中停留 把文件保存一下 我同样的在这软件里点下打开 或者导入 导入来之后 打开 打入了 我先把之前的删掉 然后选中所有的文本 点创建分行文本 这时候一定要点这个创建分行文本 这里啊 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点这个按钮 叫创建分行文本 创建分行文本 为什么教你创建分行文本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打开 全选 抗设家A全选点 创建分行文本 然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你所有的文本 然后这时候 如果要 你看他现在是左对齐的 你可以点居中对齐 或者是说你不要这么点 你要按 H 快点键 H把输入法一定要关闭 按H 全学 输入法不关闭的话 它会打 会打4 把输入法关闭 按H 它就会屏幕居中 然后这时候你也可以调 比如说他左边滚动 右边滚动都可以 比如屏幕就是屏幕居中 然后字体太大了 调小一点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调好之后你再去看这个效果 播放一下 左滚屏 选一下箭头 这里 选一下箭头 然后往上滚屏 你就选上 播放 你看一下效果 这是简单的是做好了 但是实际上的话 咱们这个位置什么的不对 还有播放的速度 还有尾屏的位置 然后墨屏停留 对吧 右侧这里 这个停留的时间 比如咱们改成三秒钟 然后尾屏的位置 咱改一下 也是向右拖拽 向左拖多了 向右拖拖拖到其他所有的字幕 全部都出去之后 出了屏幕之后 把最后一个单位名称留下来 然后可以单独去选中它 把它拖拖到中间来 或者按字母C 字母C键 是屏幕居中 为什么刚才要你 是刚才让你在这里点 创建分行文明 创建分行文明的意思是说 每一行这边每一行字幕 它到这里来之后 它都是独立的一行 你可以任意去调节 包括它的颜色和字体大小 所有东西都可以任意去调节 因为有的时候 演员表或导演或灯光 这些名词 它是这些词语 它是可能颜色调个跟名字 不一样的颜色 那你就可以这么去选 比如调成个黑色 对吧 就可以这样 名字这块 你可以调成个其他颜色 咱们是可以这么去调的 还有的话就是方便 居中停留 居中停留 说白了就是把最后一个单位名声 拉下来了 拉下来之后咱们再看效果 到头从头开始播 段落间就可以调 我这个速度调快的20秒调成10 8秒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段落间距 刚才有朋友已经问段落间距了 段落间距就是说每一行 每一行的间距对吧 我直接在文本这里就可以调文本这里 这里 你看我放大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可以 正文到正文的间距 标题到正文的间距 还有正文到标题的间距 这个意思是什么 正常的情况 我们从来没设置的话 它就是正文 所有的它都是正文 正文 我可以把什么呀 我可以把 刚才那个词语全部设置成标题 比如说 演员表 导演 灯光 摄像 这几个设置成标题 我点设置为标题 它就标题了 然后其他的不动 它就正文 那正文到标题的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标条正文 调是间距 选选 纵向冲摆 纵向冲摆 看到吗 它就会标文 标题到正文 它就会 重新排练 纵向 因为竖着的就是纵向冲摆 再小点 再小点 这里 这里设 这里设 设为标题 他这样的 就是说你要设这个之前 要先删掉它 重新给它设置好 把它设置好之后 你再创建过来 然后屏幕居中的时候你设 你看到吗 设置标题到正文的时候 他就说 我给大家区分一下 这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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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改一下 你看 我现在设置的是标题到正文是47 那我这里 这是标题到正文 这就是47 但是这里是没设 是因为 正文到标题没设 是这样的 正文到正文的话 就是说下单 所有的 这种 它可以分组设置 可以单独设置 它都是可以的 单独设置和整体设置 都是没问题的 又是这种 纵向重拍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兼具的意思就可以调 然后这可以快速选择标题 选择正文 只要是你提前设置好之后 我想要改 我可以选择标题 直接屏幕上直接就选择标题了 你不管是修改颜色也好 修改什么东西都好 可以特别方便 不用你每一个都这样去选了 就按着Country去选 就比较麻烦 只要你试好之后 后期的话 可以点这里去选 选标题就点这里 选正文就点这里 快速的去修改 里面的所有内容 对 改字的话 可以直接在文本这里 随时去更改 不影响您的使用 不影响您的 那个做的那个效果 播放的一些这些效果 这个大概没问题了吧 那我们讲下一个吧 对左滚平是一个道理 对 在软件里跳 在这个软件里跳 跟雷特字幕一样 雷特字幕也是这么制作的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软件 我要想 我想学习一下 他具体的工具栏 是什么东西 是怎么去制作 这些所有的工具 还有调色 所有的制作 还是标题 我想自己做 那我们是提供文档的 比如说你打开这软件 F1 说明文档 他就 他就出来了 VSC界图文 制作模板的说明文档 科技制作 静态编辑图源 界面介绍 还有实例和插件 这些都是有的 都可以看一下教程 然后我们说一下其他的 区列转化 我给大家讲区列转化 这个可能好多人都想问 因为在咱们这个 Studio这个软件里边 你要做一个 动画在屏幕上 一直在旋转播放 一个角标 一个其他在动画的角标 用其他的特效软件做好了 然后做好之后 怎么导到这里来使用 因为一些动画文件 如果说其他软件做的 他自己的格式的话 你肯定是兼容起来 比较麻烦 比较费劲 那我们可以通过图像系列转化 如果你其他软件做好之后 生成这种格式 图像序列的格式 输出图像序列 就是一帧一张图片 可以是TGA的格式 可以是PNG的格式 因为这种是带透明通道的 输出好之后 比如说一个动画 可能是几百张照片 对吧 都是没问题的 无所谓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软件 图像序列 软件 这个软件 进行去 生成 把你的图像序列 生成我们的自己的字幕动画 然后再到 咱们4D的软件里进行播放 稍微打开它 然后打开之后 给它大家放大看吧 打开之后点下面的加号 点导入 把你的所有图像序列 找到你图像序列 存在什么位置了 桌面上什么位置 点全选 点打开 因为你的图像序列 它自动是带序号的 然后你在播放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动画效果 比如这个是其他软件 做好了一个脚标 这个脚标我要在咱们直播间当中 要一直使用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去渲染 比如说 我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右侧我要选一下 宽高比 比如圆图的宽高比 对吧 然后裁剪一下 把你的脚标不要是全屏啊 最好是裁剪一下 你这脚标大概是多大 你就大概裁一下就行 比如大概是这么大 对吧 大概这么大 裁好了 然后这里编码器就是CG动画啊 真粗率和上映原县值默认的 你可以改根据你原始生成的这种格式改一下 然后再点下面选择位置 保存到比如保存到桌面写个名字叫 动画脚标 保存 然后点保存好之后就选好录音点下面的渲染就可以了 点渲染 渲染完成点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桌面上就会多出来一个叫动画脚标的这么一个文件 就这个就是刚才生成的动画脚标文件 这个文件你可以直接通过咱们自由软件 上一堂刚我们讲过我们自由软件屏幕上可以叠加一个时钟和两路脚标对吧 在这里分别可以添加那在添加的时候 修改的话在这里右侧这里去修改 这里右侧右下角这里去修改 比如我把第二个脚标双击打开它 选择我刚才的动画脚标双击 然后这个应用好了我可以给它放大缩小啊都是没问题的放大缩小都是没问题的放大缩小 然后摆好位置点logo2直接就上屏了那屏幕上就会有了大家看一下这里对吧就这里 它是一直循环播放你的动画的啊什么时候下屏直接点一下logo2它就下屏了 嗯这就是其他软件做好的脚标循环播放在我们这里面怎么去应用啊 呃下面我们再讲一下 是什么我们讲一下系统相关试试这些的话就哦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的 死丢丢所有的软件功能就是基本上呃大家能用到的常用的一些功能 我给大家两节通过两节课呃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剩下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系统的相关设置就是咱们软件吧 咱们软件一些设置 然后呃哪些大家能用到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打开软件系统设置是在这里打开的 编辑下面有个系统选项啊系统选项就咱们的所有的系统设置基本都在这里 第一个我给大家放大看吧 第一个叫系统设定就是可以更改咱们的工程的尺寸啊更改咱们的工程尺寸 高清的1901080对吧50i的24p25p啊这些所有格式他都是有的啊标清的高清的都是有的 然后竖屏工程是在这里创建啊竖屏的话这上面写的紧支持主行那你就把工程改成25p 你一点竖屏点保存应用那这软件会自动重启充起之后就会变成竖屏的工程了 就是说比如手机观看直播竖屏观看方便的话就可以这样操作啊 然后这是工程设置里面然后下面啊下面这些我给大家看一下多通道切换和虚拟场景切换 这两个不一样的位置就是说虚拟场景它拥有色键和sfx 这意思就是虚拟场景色键扣向嘛扣向加背景加上背景也可以加虚拟场景它多了这两个啊 这个多通道就是没有虚拟场景因为有一些情况下有虚拟场景的可能是需要用到下面这个模式 不用不到虚拟场景的咱们可以选择多通道模式这样的话它节省了两个呃窗口 你看起来更简练一些啊这意思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呃 其他的比如说看我们的意思是说您窗口里面您需要接几路摄像机信号 你就选几个啊选比如说我就用三个摄像机信号 那我就选三再重启软件那这时候我看到的这个软件里面啊 我放小一下我看到这些软件里就没有这么多画面了啊 本身我后面也不用是吧 我不用的话我不必要打开这么多窗口啊 看着更对吧不好看一堆黑窗口什么画面都没有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选择咱们屏幕上有几路窗口啊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的话就比如说色键凉路要扣凉路 流媒体三路还有ndi三路还有的话就是说测试信号四路 这个的意思 这三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您除了摄像机信号可以放到看目一二三之外 比如第四个对吧我现在选的是八通道吗 我三路用摄像机我可以第四路我不用摄像机了 我把摄像机改成手机投屏或ndi输入源 ndi就刚才那意思流媒体就刚才那流媒体的意思 ndi 然后测试信号对吧就可以改成这些内容啊 你就可以改几个选项可以通最多改几个一个对吧 啊两个三个可以都是同时应用应用是这个意思啊 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 zcam的意思是咱们这个zcam的那个电影机通过网线的方式传输过来的看目的可以支持几路啊 我们这个zcam还是说一句吧 它是高清4k包括8k都可以拍摄在咱们这软件里的话咱们可以完美的兼容4k信号接入进来可以完成4k的导播切换啊 然后的话第二个叫一般设定啊这个的话基本上呃用到最多的是这里叫切入密集通道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切入密集通道意思说你的本地视频在播放的时候 他是从入点位置开始播放还是从当前位置啊你都可以去选择因为他可以打入点出点吗 你可以一个本地视频有半个小时我只需要10分钟给大家去观看那我可以打个入点出点 啊不用去进行其他非便软件重新去截取一段对吧我放进来太麻烦了我就直接打个入点出点点出点位置 开始播放就可以了然后切出时是暂停还是继续啊啊这个意思这个的话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录制设定就是说录制的一般设定就是说他可以提示您的硬盘小于多大之后他就会自动停止录制提示你 已经满了停止录制了啊这个意思 然后缓存这些都 没什么主要是这个你要看一下其他的不需要更改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输入 录制设定这个的话就是说您咱们C有好好多款产品啊有的是支持输入通道录制的啊有的便携机可能因为容量的限制不支持录制那你就可以 呃录少一点或者不入啊如果说要录的话您可以分成AB录意思就是说 我电脑上我接两块硬盘 我这个是我这个当前的导播设备是接了8录视频信号 接了8录视频信号 那我就可以前四录录到A里面后四录录到B里面A硬盘和B硬盘两个不同的位置 这样的话呃你在往硬盘上写东西的话他不会说因为硬盘的速度不够 而影响你的采集影响你的录制对吧他可以这个操作 默认情况下如果说你不修改他全部是录制到A啊你可以选择B这里写着呢 使用B通道是哪几路我可以单独选比如我选3选4那我这两个就录到B其他的录到A 那我当前的电脑为什么没有12还有56都没有是因为我1256它不是摄像机信号 它是本地一个视频啊本地视频信号 所以说本地视频没有必要录是没有用 他有一个智能选择啊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可以选择自己设置文件的名称是什么对吧 然后设置他的编码格式 比如你要录什么格式可以选择录制的格式 或者是H.264什么编码的H.26520M30M60M都可以啊 或者GlassV6HQAVI的格式也可以 咱们意思说我们可以录两种一个是MP4一个是AVI都是可以的啊 我建议大家新版的就录MP4吧 这个格式小啊文件也清楚可是还小啊 这是录制的设置然后输出录制是一个道理啊 输出的录制和输入录制的道理 他可以选择录制路径和你的文件名和你的录制的格式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叫PVW录制 其实这个是基本上是不是不会用到的啊 他就是预览录制 预览的话一般就是提前观看一下 他并不是真正的输出啊画面不是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不需要录制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勾选上啊勾选上然后自己去设置一下 然后推流 推流 推流的一般设计 这也是录制的路径啊 啊这些设置 然后其实用到最多的推流设置是下面这个叫推流编码设置 推流编码的意思就是你在直播过程当中 您要往外推流推多大码率的多大分辨率的啊 在这里可以选可以自定义也可以手动选 当然推越大啊 人家观看的观众观看的清晰度也越高 前提条件是你的网速足够快还就可以 然后视频比特率 紧急切换设置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您在直播过程当中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可以设置个几秒钟的延迟 就是说比如说设置个十秒钟 设置十秒钟延迟之后 你当前拍摄的十秒之内的画面 它是不会马上直播出去的 啊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你在十秒钟之内马上紧急切换素材 那你这十秒是别人是看不见的啊 这是为了应急应用的 可以用单颜色和文字的方式 也可以用媒体文件比如图片或者是视频 都可以 快照啊就是截图扩展屏显示 主要用到下面这个 就是你的扩展屏 咱们这个机器可以通过显示器 连接多连接一个大电视 比如50寸的电视 通过HDMI连过去 然后这HDMI只显示这些画面的内容 PWPM和看目123456这些画面内容 你可以自己设置啊 显示什么内容都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可以当成一个咱们 大监去看观看啊 录屏会有的 录屏会有 然后呃其他的话用处就其他的话就不是很多 这是一些小操作了 然后有一个叫外部设备设置的 这个的话是控制咱们导播台 因为咱们466支持外置导播台介入 外置导播台如果要连接的话 可以在这里进行去选择 进行选择点增加设备去选择 我现在是这个是便携一体机啊 然后外置的话就在这里去选 其实默认的话我们做了一个智能的功能 就是说 右上角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放大 右上角这有一个 外置控制台以连接对吧 是这个按钮 点一下就关闭了 再点一下打开了 而且打开的时候如果说你接了 他会自动去识别你的导播台型号和自动去连接 我们做了一个自动功能 如果说自动功能不好使了 你这时候才进到那个设置里面去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操作 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设置方面的一些东西 设置方面的东西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那个 CDU的常见问题解答 我给大家大概看一下我们总结了一些吧 这些常见问题解答 其实也不是说一些什么常见问题的 就是一些设置方面 设置方面的 嗯大部分的话是 这大部分问题是总结下来的也不一定 会用到 因为有一些内容有一些问题 是我们 我们出厂之前是设置好的 出厂之前就设置好了 如果说你们用了个三年五年啊 或者这个两三年 不小心改过什么电脑的设置啊 或者软件的一些设置啊 导致一些使用方面的问题 这时候你才会去查看啊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就不缺还原系统了是是哪里 咱解决那里就行了啊 其实大部分问题是不存在的啊 不存在的就是防止以后 不小心误操作了或修改什么电脑设置了啊 怎么去进行还原这什么这么一个东西 紧急切换就是说在到导播软件就可以实现 那么我们直播还外接的应连信号 对 直接在我们软件里直播的时候 他就有在这里啊 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这里就个紧急切换按钮啊 紧急切换按钮 你的素材和都会在这 因为我这没有推这是退流按钮 他没有退流退流的话就可以点了 你设置好素材也行 设置好照片和图片文字都是可以的 当出现问题之后紧急点这个按钮 他自己就会把这个内容去播出去 然后你设置的那些时间 比如设置的十秒 这十秒内容是不会播出的 在我们软件里直接可以操作啊 其实您接到某个机位上这样的话也不是很好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接到某机位也行啊 接到某机位也可以 就是说这个紧急切换就是他可以延迟几秒钟进行播出 他会有延迟 你当前拍摄的所有画面 他会延迟你设置十秒他就会延迟十秒 进行直播观看 而且这这十秒钟内容我可以选择不让他播出 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在直播过程当中 为了防止什么其他的特殊情况 而且这些特殊情况 不想让大家观众看到 是需要这个紧急切换的 如果说你把这个紧急信号用到了某个机位上 那如果说出意外了 那你这个意外还是播出去了 只不过你是马上出意外的几秒钟之内 可以马上切换到了另一个画面而已 但是这个前几秒的意外还是播出了 紧急切换的意思是说设置十秒 那这十秒是不播出的 是这个意思 播出是走在台里是吧 那你如果说不用这个直播的话 那你紧急切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是用咱们的设备去直播的话 那紧急切换就非常有用 就防止一些画面 不能看的画面 对吧 播出去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继续讲一下四六长江问题 总捏了一些吧 反正这些大家大概看一下 有可能后面能用到 但是有可能是寓意不到的 大部分是都是寓意不到的 那首先从第一个开始 推流过程当中谈出错误 就是说推流谈错误的时候 他后面会有一个标识 就是这里有个标识 他是属于几 他下面都会是大概这意思 其实不用看咱们这些不用看这些 都没用 他推流推不出去 这里会提示是什么内容 你大概看一下内容就可以 然后告诉我们 我们会给你解答的 不用看特别细 有什么问题 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或者直接给我们发客服 我们会给你解答 然后这是 退流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 这退流有问题的话 要么就是你显卡驱动 有问题 重新装下显卡驱动 要么的话就是说 你的退流地址填错了 他是退不出去 有问题 退流地址填错了 如果是这两个 一个是显卡不对 重新装下 一个是退流地址 重新装 基本上就能解决退流的问题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比如 网络和网络贷款不够 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系统出现录制 视频有快放和慢放的卡顿问题 那首先的话 你要注意查看硬盘的速度是否正常 因为如果说硬盘用时间长用个三五年 经常读写读写 读写有可能会损坏 然后这时候如果读写速度不够的话 它就会导致素材的问题 导致素材有问题 您可以用Declink的版卡测速软件去测 我们电脑上它基本上会装Declink版卡进行视频 画面采接 它同时也会有测速软件 我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 打开开始菜单 找到Blackmagic 这个是版卡的驱动 这个是驱动设施 第一个 这个是版卡的测速软件 你直接打开它 你就可以上面点这个齿轮选择 第一个 选择你的硬盘 选择你的硬盘 比如说我选择我的电脑 电脑 D盘 选择 然后再点开始 它就会测试你这个硬盘的速度 测试你的硬盘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就不测了 就是你会测就行 别太低就行 100多兆的话就能录MP40没问题的 AVI的话要求比较高 可能需要做锐的做多通道AVI的录制 然后查看系统效率是否正常 这个的话系统效率是我们软件里也可以看到 视图里面有个性能监测系 就是软件有个视图性能监视窗口 这里就可以看到 什么输入数据间隔 引擎 引擎处理间隔 如果波动特别大的话 说明是不正常的 波动小的话 或者是就是是正常的 说明你计算机没有问题 输入数据员引擎处理和视频间隔 有没有墙内的波动 没有墙内的波动就是正常的 然后注意查看系统设置是否正常 比如说 放火墙有没有关 有休眠有没有关 因为不管休眠的话可能用着用着 他电源就会为了节省电源吗 他会休眠 所有的休眠需要关闭一下 这是查看那些 截图啊 只要是波动不大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实际上 操作的注意事项 若需要活动做退流 一定要是说提前准备一个独立的网络 提前准备独立网络 然后现场进行测试 现场进行测速 然后打开这个网址打开 网址进行测试测试 或者你百度一搜测速测试网速 他就会出来一个测试测速的一个在线网站 直接测就行 然后 有的网站有特殊要求的啊 你就是必须要设置一下 比如说影视工业网 必须要求是70576 那你这个推流的时候 也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推才可以 然后还有就是 若现场设备比较复杂 比如说你怕 你怕现场弄多了 调多了怕有问题 你就可以提前把 这个文件夹 烤出来 这文件夹的意思是咱们的软件设置 有什么问题 可以及时进行还原 然后软件无法启动也是 拷贝刚才那个文件夹 在c盘 data里面 这里面slido 文件夹 里面的这个文件夹 烤出来 有问题了之后 你把它还原 或者把它删了 它就会重置 你也可以说 刚才上面所有的设置都设好了 设置好之后 觉得没问题了 我也可以把它备份一下 对吧 复制出来备份一下 当在使用过程当中突然间 如果说出问题的话 你覆盖过去 对吧 再一重启就好了 然后如果说真的有问题 一般情况是不会有问题的 一般都都不会有问题 如果真要碰到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把它考出来 可以交回给我们公司 老师我们 后续给你检查 告诉你哪里出的问题 以后是怎么注意 或者我们直接帮你解决 给你升个级 都可以 然后直接都有这个程序 双击图标 程序无反应 那你就是卸了之后 如果还不好使的话 那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重装上显卡驱动 还有的话就是显卡的分辨率 是不是特别大 显卡的分辨率特别 图标啊什么的特别大的话 你改一改就可以了 然后出现异常端电 版卡无法接触信号啊 这个的话就是说 可能也就是版卡驱动问题吧 一般情况啊 你用正常用的话 也不会出问题 就是说你装什么东西了 装什么软件 装其他驱动了 把版卡驱动给影响到了 这时候你重装一下就行了 或者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放下静电 因为有的时候有静电的话 也会导致画面接不进来 打开比较慢的话 你就看一下 测试一下 你找一个网上找一个 测试计算机性能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你试试电脑性能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了 或者是你可以重装一下系统 我不用重装啊 我们出厂都会有系统备费 你给他还原一下系统备费 你看会不会好 是不是电脑的垃圾太多了 或者你装的什么东西太多导致的 因为你装的程序越多 那你占用你的电脑资源也会越来越多 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反正可以还原系统的 然后还有这两个卡 无法接触信号 无法接触信号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了 因为咱们这个版本是1508以后才是支持这两个卡的 1508之前是特别老的版本是不支持的 现在的话最新版是测试版是3.0 最新的出货版是2.5 2.59 然后就设置控制面板的方法 就是这个是详细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一个应急使用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 没有这么复杂 什么接住USB线打开开关 你就打开开关就行 就在导播键盘 USB插上通电打开 打开 打开之后在右上角这里 把它启用 关闭和启用 它会自动去识别的 只要你驱动没问题 它会自动识别 我这个问题总结是因为 有的时候 对吧 你不会操作的时候 或者一些其他什么情况 驱动没装 我会告诉你的 连接好之后 安装驱动 一般会在你的安装程序里面 叫这个名字把它装上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一些详细的设置 其实都不用设 摸着就会启用 这个导播台和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tiling就是咱们这个机器 上节课我们讲 它是支持那个tiling通话的 就是说咱们导播台可以接 控制线到tiling通话 跟摄像机之间进行通话 这个是线 如果你没有要自己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按钮去这个 其实去做 你可以结个图 可以结个图片 按照这个操作去做 一般的情况你买tiling通话 他会带这个线 如果不够的话 你就再买一条就行 也不用自己去做 然后这些其他问题啊 就推不到头 这个的话我们出场之前也都会测试好 基本上也不会碰到 都会测试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联系我们 帮你远程去修改就行 你不用自己去操作 这些都是小问题 然后呃长时间不操作 如果导播键盘会失灵啊 会失效 这个的话还有的话 这是休眠的问题 要把休眠一定要关闭了啊 因为他是通过导播 一般是通过USB转接过去的啊 他怕你USB呃 休眠了也有可能 然后在设置里有个USB禁用 禁用暂停 这个的话我们出厂之前 也会全部都设置好 所以说呃有一些碰到有一个别的客户 不可能是发现这个不设他改什么东西了 这个东西被修改了 导致这个问题 我们出厂都会给你改好的 还有的话就是有声卡 接入麦克风或调音台的信号的时候 他有噪音 他有的时候他这种噪音 他有可能就是本身你的质量不好 也有可能是你的线有问题 正常的话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用的是大三星的 有的一般的有的音箱啊 或者什么用的是大二星的 那大二星的线 其实的质量和大三星的是有问题的 需要转换过来 需要转换过来 然后这个图片的话 就是大二星和大三星的区别啊 大三星的话是多一个环 多一个圈 然后在接线的话 他是接三个线的 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用大三星的线 不要用大二星的线 像XMR支持7.4以上吧 i6的7.4就是说那个文件 记录用飞边后细进行减的时候 这个格式需要7.4以上 扩展屏是否支持PGM单独的那种画面 是可以的啊 直接在软件里设置就行 或者按快捷键 括号键 它可以切换 它可以切换哪个窗口到 扩展屏上去显示 嗯 抓屏无法接触4D的扩充 抓屏的话就是那个 第二台电脑的屏幕 直接投放到4D的软件里面 如果无法接触的话 那你重装一下 这个软件 我们安装包里都会给你放啊 D盘 一般在D盘 安装包里都会放置两个程序 你把它重装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电脑的防护墙都要关闭啊 把防护墙都要关闭 两台机器都要用同一个路由器 因为如果说不同的交换机的话 你接到不同交换机 那有时候网段不一样 或者什么情况导致网络延迟 你也可能接不进来 内存不足 软件死机的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 呃 预览窗口加入设计字幕 预览 提升内存不足 不要将字幕放在预览窗口 还有可能资源不够用了啊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接入抓屏的时候出现卡顿 那你就需要看一下网线问题的 因为咱们的抓屏都是通过网络的嘛 通过网络如果速度不够了 比如说你网线接触不好 对吧 或者交换机 呃 网线的用的百兆的 这肯定会严重的卡顿 你可以换换线啊 线重新插一下 或者换个线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你再看一下网卡驱动 把网卡驱动更新一下 然后重启操作系统 再克力 板卡 绑定通道 这个的话也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啊 就是说 我们出场也都会测试啊 都会测试 信号什么都会测试 如果以后 更换了 比如主板坏了 换了个新主板 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更改一下主板的BIOS 重新升级一下 耳机监听不到声音的话 就打开一下软件的右下角 有一个监听按钮 我给你打开软件看一下 在这里 这里这个耳机的意思就是监听的意思 你打开了 你才能通过耳机插到电脑上进行监听 你不打开这个监听按钮的话是听不到的啊 如果打开了还听不到 那就是因为可能是你电脑这个播放的扬声器选择的 不是你耳机插入的那个口 有可能是选择的是别的口 他有好多个选项 还有可能选错了 你重新选一下啊 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听不到声音 软件接入信号后 FPS闪红 他的意思可能是你的资源不足了 然后你现在的话就是有特殊的现象 这个都是特殊的现象 就是你接入几个板卡的时候 你有一些板卡 有支持八路的板卡 这个八路板卡 你没有接信号 或者支持四路的板卡 你没有接视频信号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板卡给关闭掉 把它接口设置上无 这样的话 他也节省一点你的资源 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会好一些 这是特殊的情况啊 大概大家如果遇到了就可以试试 耳机监听还是那耳机监听 可以听到板卡中的声音 就是说有一些板卡的声音 你不需要也能听到的话 就看一下下面的监听设置 就是在下面 每一路通道他都有一个监听设置 你可以把这些不需要的话 你看这些都可以打开 其单独去监听 不需要你就可以关闭 其实正常的话是不开的 只只监听最后一路的声音的 不会监听前面的 所以说我们出厂都会设置好 如果说你那不小心点到了 对吧 你给改回来就行 上面叫重置 音频混音 还有重置 下面的你就点几个重置 重置掉就行了 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误操作 然后还有一个真听选项 真听的话在右下点点右键 打开声音设置 打开声音面板 点这个录制 但是他有可能会真听一些什么东西 你双击他之后 你把这个真听选项给取消掉 取消掉 有时候不小心点到了 你就取消掉就行 一般都不会 启动466提前显示显卡编码器失败 那就是说使用4662.0以上版本的时候 需要安装对应的显卡驱动版本 不要随便去装 我更新一下出新版本 更新一下 你更新一下之后有一些显卡的设置 可能就没了 所以需要更新对应的显卡驱动 这个的话 你到时候如果说打开软件 提示你什么编码错误 什么显卡之类的话 您跟我们打电话 我们连上软上 我们帮您重新装一下 或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4k版卡自动变无输入 无选择 这个的意思是这样的 因为4k一个trim这个版卡 它是双通道的双公的 入和出是可以同时接入的 既可以入也可以出 而且是同时工作 那如果说同时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软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就是说您 设计软件不管是工程是什么格式的 那你在输入的时候 哪怕跟工程格式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都可以输入进来 我们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 那如果说你接的是4k一个trim版卡 它既要输入又要输出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考虑到 你的工程格式最好是要保持 保持一致了 保持一致 它才可以 如果说保持不一致的话 你选了出 那这个版卡的工作模式 就根据了咱们的466工程 进行输出和采集的 如果你选择了输入 那就它就会根据输入来进行选择的 所以说它不能同时进行工作 同时工作的话 必须要格式是一模一样 它才可以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修改显卡的电源模式 报错 那就可能是驱动有什么问题 需要重装 然后重新启动一下 这个的话 有可能说就是你不小心更新驱动 或装什么软件导致的 一般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通过4K的板卡 辫子线接入音频 软件中无声音 那这个需要你注意的 因为好多也有这个东西的话 有好几个人问过我 就说4K一个trim 这个板卡 它可以接SDI 可以接HDMI 视频和声音 它都可以内嵌 同时它还有一个辫子线 辫子线上有卡农的接头 卡农接头 那你有的客户说了 我有的客户说了 我要接卡农接口 然后接上之后 本身这个声音是有 为什么软件里没有 那实际上你要接卡农的声音的话 视频信号必须要有的 视频信号必须要有的 因为你这个卡农的视频 是通过4K一个trim板卡接入的 这个板卡 它是一个视频采集卡 你声音要接入的话 视频必须要给一路信号才可以的 给一路视频信号 你再接受这个声音才行 哪怕你这视频不用也没问题 我们软件里可以设置 你视频不用 我可以设置这个声音直通 设置声音直通 一直使用这个声音是没问题 但是视频信号必须要接 这个意思 设置直通的话 就是打开软件 比如说 这里 第一路 卡木一这个视频信号 是走的4K一个trim板卡的sdi 声音信号走的是卡农接口 走的卡农接口 那你的声音都会通过这里去接入 然后你点一下这里 它又会变成直通 那你的声音 就会一直输出 无论是你的视频画面 有没有在输出 那你的声音是永远输出的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进行使用 然后这是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总结的一些问题吧 然后其实主要的问题是现场使用和连接啊 视频如何接进来 接进来之后 测试一下啊 所以在直播过程中大家先试一下提前试好 试好之后没问题的话 基本后面也很少会出现问题 试好就行 试好就行 啊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 这今天是讲的所有的内容啊 所有内容 然后一共的话 我们四六这个产品 用了两节课把它讲完的 第一节课主要讲到软件功能 第二节课的话就是一半的功能 然后一半的设置相关 还有一些问题的解答啊 然后大家对于今天讲的内容和上一期讲的内容有什么想要再了解的 可以屏幕上说一下啊 还有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进到我们的466的培训群里面啊 有什么问题在群里的咨询我们都可以啊 都没问题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公众账号吧 或者说大家可以打开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 关注一下我们的雷特公众账号 还有一些或者是我们那个二维码进入我们群也可以 关注公众账号之后可以直接点服务中心咨询在下工程师 啊然后 这个的话可以咨询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 比如edus 字幕都可以 阿松木产品 Z看我们的所有的一波还有466 还有存储服务器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有什么问题点咨询在下工程师之后 直接在 输栏里输书字啊 数字一代表edus和字幕 数字六代表咱们今天讲的466 这个多路切换 录制这个系统直播系统 啊是这个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截个屏 然后用微信扫一扫 上次回放上次回放也有到时候会发到咱们群里来 你是不是没有进我们群呀 是不是没进我们群啊 我们群二维码为找一下 群二维码哪去了 我还看里面我看看啊 啊 右下角这个 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 大家扫这个吧 这个大一点 你可以进入这个群或者刚才我发的那个公众账号都可以关注一下啊进群了是吧啊 可以可以在群里问一下啊 我们会剪辑一下简单的剪一下 然后会上传 你都可以看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绿木时绿到透明的杯子 是这样的 你在绿木的时候 你透明杯子 你在抠如果说杯子后面 他就是绿木 那肯定会抠透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杯子你放在那 那如果说有主持人在讲解的话 其实说 只要你的杯子在主持人的前面 不让他后面是绿色 他其实也是可以的呀 那如果说你就是绿色的话 那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所以后面放一个什么东西 不让绿色那个透过这个杯子就行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吧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截一下屏幕啊 截个屏截屏之后 手机接屏或者是手机扫码 然后那个在咱们群里 可以详细的去咨询一些产品相关的 比如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面 但都可以聊一聊啊